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沈以默先生对《米符论书》也有一番自己的见解 那么先请您跟我们解释一下 沈以默先生对于《米符论书》是怎样看的 然后再发表一下您自己的观点好吗 好的 我们说到过《米符》对于这个菜 苏 黄 版本不一样 我们介绍的只是《米符》批评了菜经 菜变 又论到了苏氏 黄庭坚 菜香 有的版本还谈到了沈辽这个人 沈辽也是宋代的一个很有名的书法家 那么这个我们上集说到沈以默对这的话有论述 在沈以默的论述当中同时提到了沈辽 所谓提到沈辽是指的《米符》在《米符》在《米符》当中指到了沈辽 说沈辽牌子 沈辽牌子 这又是什么意思 那么就是沈以默都做了解释 咱们现在这样 把这段字幕也打出来 看一看沈以默怎么讲的 然后咱们再细致地做分析 沈以默说 米元璋说 菜香乐字 沈辽牌字 苏氏画字 黄庭坚苗字 他字刷字 这都是就个人短处而言的 沈佑说 用色笔写便是乐 用快笔写便是刷 用笔重按着写便是画 用笔青蹄着写便是苗 这是讲用笔 色 快 重 轻 等等笔的用法 写字的人一般都是要相适应地配合着运用的 若果偏重了一面 变成毛病 我们大家看过了这段文字 看来沈以默跟李日华这两个观点大相径平 沈墨有他自己的看法 他认为啊 不管是乐字 牌字 画字 苗字 都是不好的 是用笔的毛病 这跟李日华正好相反 李日华认为 这个乐字是燕真卿的笔法 这画字呢 是于世南的笔法 这个苗字呢 认为是徐浩的笔法 他认为这些笔法都是很高明的 可是 沈以默认为这都是错误 但是沈以默很客观地说 他说这些用笔啊 也需要在书法当中使用 但是一味的偏重就成了毛病 比如说 他认为乐字就是色笔行走 这个色笔 大家看一看 是怎么个情况呢 比如说写一横 这在这一横当中 有不断的这么一个停顿 又在前进 好像这样一个过程 写个数笔也是这样 下来 这样用于写字的人 我们见过不少 在必要的时候 这种写字的方法是需要使用的 色笔 所以孙国廷也当中讲到过 逆错 逆错就是 前进一点后退一点 前进一点后退一点 一点点的往前须须渐进 这种笔法 在例数当中 用的也很多 凯书当中也监获着使用这种笔法 但是如果你完全使用这种笔法 撇而那点儿横钩 你写的时候都是这样 这就是错了 就过了 所以他认为 这个 菜香乐字 他说就是色笔用的太多了 因此 迷父说他乐字 但是他赞成迷父这样讲 这是深夜莫 然后他说审量牌子 就机械的排列 过于死板 这也是毛病 他说拍得特别整齐 感觉之后好像是 这个印刷出来的似的 那么这是个问题 然后他又说 苏东坡画字 这个画字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重案笔 深夜莫解释的重案 用笔啊 力量过猛 而且每个字都这么用力 他说这样的话 也是毛病 最后他说到黄庭坚 他说黄庭坚用笔啊 过于轻了 轻蹄的血 他这叫做苗字 我们大家平常所知的 叫轻苗淡血嘛 他认为黄庭坚用笔 过于轻了 这不是深夜莫的意见 是米符的意见 深夜莫来给解释 说到底米符说的是 牌子 乐字 画字 苗字 是什么意思 这是深夜莫的看法 深夜莫认为 这些笔法都应该用 有的需要重 有的需要轻 有的需要这个排列 有的需要呢 就是色笔这个运行 这些都需要 但是如果偏执一面 这就是错误的 这是深夜莫的解释 那么我们再解释一下 深夜莫的这段话 有没有问题 米符所说的菜香乐字 从我们看到现在菜香 流传下来的大量作品当中 没有这个毛病 没有用笔过于质色的地方 或者用色笔太多 所谓的乐字 没有这种现象 这也不是我个人意见 现在的很多的书法家们 都能见到菜香的很多作品 有这个问题吗 没有 那么继续说 沈辽的牌子 我们所见到沈辽的字 也不是机械的排列 我们看到黄庭坚的用笔 也不是轻描淡写 他写的松丰阁 是快指针口 大家都看到过 谁看完之后 都赞不绝口 是真是好 哪一笔有轻描淡写的地方 很少 即使轻重 也是非常适合的 没有说认为 黄庭坚用笔过于轻了 轻飘飘的 没有这种议论 那么继续说的苏氏 说苏氏画字 这个画字就是用笔太重了 这是这个神隐莫解释米妇的原因 实际上我们看到 也没有这种状况 那个苏氏轻重适合 大小先移 这个问题不存在 那么就说 我们认为 谁摸这个论述 有意义在哪里呢 他就是把这些个 这个米妇的 这些个话的意思 就解释出来了 他也没有谈到说 赞成不赞成米妇 这个说法 对于荒庭坚啊 包括苏荒米等等 这个没有 不包括米啊 苏黄菜 这些人的评价 他并没有说 他赞同米元璋的评价 只是说 解释了米元璋这段话 因此我们在这里说 米妇 有他的偏见 这是按照神隐莫讲的 这么解释的原因 是不是里还有什么深层的意义呢 这当中我们还必须 引证另外一个人的一段话 那就是董奇昌所讲过的 这董奇昌是明代的 我们现在来看一看 董奇昌是怎么论述这个画字 就是专门谈到苏东坡画字 董奇昌怎么认为 也是和这个苏东坡大同小异 好我们来看一看 董奇昌说 董奇昌说 东坡书笔句众落 米香阳为之画字 此言有信笔触耳 大家注意看 这段话是董奇昌说的 董奇昌说呢 说这个苏东坡呀 用笔的时候 都是重笔太多了 笔句众落嘛 哪笔都是用力 所以他说了 米香阳说了 米香就是米符 说它是画字 那个众落和画字 看来是一个意思了 用笔 众笔太多了 但这后面提到一句话 有信笔触耳 这个有信笔触 大家注意这句话 大家注意 信笔这个词 有两层意思 一个是包的 一个是扁的 所以包义经常是夸越某人 写字的时候 不假思索 信笔一挥 信守年来 接到妙处 这是随意 非常自得自异的 这个很随意的意思 这是个信笔 但是在书法当中 说的信笔 往往说你用笔过重 叫信笔 而且每个字都这么用力 写出了傻乎乎的一堆 叫信笔 那么董奇昌 这个意思 就是说 苏东坡用笔啊 重笔太多了 因此他引证米福的话说 他说米香阳说他呀 有信笔触耳 说他画字 画字就是信笔 信笔就是用重笔太多 这么说大家就明白了 但是董奇昌没有在论书 苗字啊 牌字啊 乐字 没得论书这些东西 就专门谈到了一个信笔 所谓画字 那么 我们再看一句 那就是 不用打字幕 在窦蒙 窦蒙唐代的书学评论家 窦蒙在谈到了 这个重笔的时候 他也说过 这个 至胜于文 于诸 就写字的时候 重笔太多了 就显得野蛮粗俗了 看来这个重笔太多 是个问题 那么我们刚才说过了 尽管说你说的这个道理对 但是放到苏东坡那里 合适不合适 苏东坡是不是有这个问题 这必须我们弄清楚的一个问题 所以在这一点我们说 神印墨也好 米香羊也好 包括窦蒙的字格 当然窦蒙在唐代 论不到苏东坡 但是这种 就所谓的重笔 信笔 画字 这些帽子给苏东坡扣上 合适吗 我觉得 不合适 田老师 您在上期节目当中 谈到了明代李瑞华 对于米福的这段话的论述 那么他提到了 他说米福说他自己是刷字 有自夸的这个嫌疑 那么您同意这种观点吗 我们再说李瑞华 这段话 李瑞华认为 他说别人的刷字 这个勒字 牌字 画字 描字 但说的自己是刷字 李瑞华认为 就是说 他说那些人 也是继承了前嫌的一些个笔法 而他所继承的 认为米福所继承的 是继承了汪须之的笔法 因为汪须之高于苏 高于这个 是徐浩啊 什么这个 这个 于世南啊 这个等等 高于这些人 高于这些人 认为黄 蔡 苏 都是继承他们的笔法 而自己所继承的 是汪须之的笔法 于是 有统领 重将的 他是个帅 那些人是将 有的这么个 含义 在显示自己 嗯 那么我们现在看了 沈云末这段话之后呢 也能得出这个结论来 我认为李日花 分析这个米福的心理 分析的对 他说他们都是错的 这按照沈云末的解释啊 都是错的 你用笔过重 你用笔过轻 你用笔太制色 你用笔太死板 批评这几个人 也就是蔡 沈 苏黄 批评他们 而到自己话说 亲属如何 你你写怎么样 米福说 辰刷字 辰刷字 我是刷字 刷字什么意思 表面看来也是贬义的 我就是胡刷烂抹嘛 实际上 他是在表白自己 我是真的随意的 我刷刷抹抹 我并不计较 这个好坏 工作不济 优劣 不去考虑 说明他非常的随意 所以他在贬低别人的时候 好像在贬低自己 实际上他没说出自己写字的毛病来 他认为自己是非常随意的 刷刷抹抹 并不在意 暗喻当中 他还是比那些人高 这也比较符合 米妇这人的 平常的行为 大家知道 他的外号叫米颠 这个米颠不代表是 只是风 风风颠颠 不单这一点 说他颠狂 他很狂 狂妄 他在宋朝这当中 他谁都看不起 他认为自己高于那些人 正好复合了米妇的性格 各位朋友大家好 欢迎收看每日一字 朋友们 今天向大家介绍一个渠字 这个渠就是性渠的渠 比如说渠与秋白 就是这个渠字 这个字一个是有一定的难度 再有一点呢 就是他和其他的字有些组合 比如说渠路的渠 比如说未具的具 因为科技的字都有组合 把这一个字写好了 可以影响到很多的字 因此我们先把这个渠字 向大家介绍一下 这个字在楷书方面 它的基本写法 文字符 可以影响到很多字 不需要一样的字 不需要一样的字 要不要五个字 不需要再来 不需要一样的字 点击 再来 这么小心 来 不需要一样的字 不需要一样的字 入 这是一个基本写法 像大家说呢 上下的这个横画的间距 并不相同 比如上面这个木 单看这个木 它的间距大约是这样 下边的 这些横画的间距就比较宽 所以不要把上面下边 笼统的弄成一种间距比例 那就不好看 好我们再写一下 上面的这两个木字啊 不要写的太窄 但是又不可太宽放 这是个条笔 右边呢正是一个木字形 这是这个相当的 是相当的 这之间也是相当的 也是相当的 注意到把它写准 注意这一笔在中间插过来 尽量的长一点 尽量的长一点 竖笔写的一定要有力量 这一竖笔 注意这一笔 要横一下再拐过来 我们在旁边写清楚一点 大家看 笔 完事之后 竖笔 注意这一笔 是这样 不能在这个地方 点个点就下来 再这样写 不行 注意不可以这样写 要这样横过来 一横 两横 三横 这三横是虚的 竖笔是实的 最后这横是实的 有一种结束感 一定把这些个笔画的 这个层次和它的节奏弄清楚 都是实笔就不可以 都是虚笔也不可以 都是快的不可以 都是慢的也不可以 就是这个之间 要有一种音乐上的这种节奏感 你看 我们说一下 稍快 快 最慢 快 快 快 起笔 慢 快 快 慢 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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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慢 慢 是这样一个过程 把这个曲子写好了 应该说具有一定的难度 因为它横画太多了 而且这些横画太多 又不可完全雷同一样 因此在写起来的时候 要踏住 这个 这个心身 稳住了 这个 这个 呼吸 我们再 解释一下 稍稍写大一点 稍写大一点 上边的这些横 上边的这三横 注意看 一二三 可以不挨着 左 这个左边这一树 也可以挨上 但是 最下边的这一横 必须挨住这一树 显着这样写出来 结实 又立 好 大家看看这个字的 行书写法 是这样写 它简约了哪一部分呢 明明上面是两个眼目的目 但是呢 它却写成两个日子的形状 因为写成两个日子的形状 大家也不会认错 还看得出是个渠字来 就可以了 再看一遍 我们这里要跟大家 重点说一个地方 下边单独啊 单独这个 这个下边这个 这个字音呢 应该读作追 可不是个夹字 但是这个字呢 当写在 右方的时候 它的写法不是这样 比如说我们写一个 为 注意看 是这样 在右方写是这样 但是一旦写在下方 这个追字 就是这样写 就好像是个夹字 但是我们从概念上 不能把它认为是个夹字 比如说 类似 渠字 这样的字形 比如说 雀 麻雀的雀 注意看 也是这样 一竖 一下来 写的下方 应该是这样 也就是这样写 写的右方 应该是这样写 所以在行书当中 这是有很明显的区别 如果把右方 这种写法 放在下方写 就显得不美 比如说 我们还写这个曲子 如果这样写 就不美 也没有见过千人 这么写的 所以大家要知道一下 它的不同 再看 这是下方 写的右方 是这样的 它就是 这多出一横来 拐过来 实际上概念上 也不是一横 就多加了一个 就是转折 我们再写一遍 这个字的行书写法 大家说 可以不可以 写成两个木字呢 当然可以 就是显得啰嗦一些 不够简约 显得琐碎一些 所以新书 在一时的前提下 尽量的简约一点 大家来看一下 这个字 它的草书写法 如果你没有学过 这个草字 就很难认得出来 是这样 曲 再看一下 写慢一点 是这样 下方的这个锥字 已经变成这样一个 一个写法 就是这样 或者是联系起来 是这样 那么写的右边呢 和写的下边 大体上是一样的 还是刚才比如说 我们说的这个唯一字 但这有点不伦不类 为什么呢 因为右边呢 这个角色是兴书的 应该写的是这样 拐过来 这是草书的正式写法 上下 在行书草书 就是区别的 行书是 右边 有右边的写法 下边有下边的写法 楷书呢 是右边和下边 都是一样的 草书呢 也是这样 右边和下边 都是一样 再来看一下 有的朋友喜欢 在写草书上 用些干的 干笔 就是说 出现很多非白 这也就是说 速度调整一点 墨少占一点 这里的 只是一个常识性的东西 没有更多的技术含量 比如说这样 这个地方拐过来 再这样写 这就是说 少占一点墨 这个新笔的速度上 调整一下 所以这里头 没有更多的 技术成分 大家知道一下 写好了这一个 旗字 跟其他的 比如说 这个 未居的句 未居的句 比如说 这是 这个草书 如果写到 新书的时候 可以这样写 海书呢 就把它再写的 规范一些 再写 包括这个 瞿 瞿就是当道路讲的 那么这个字呢 我们就只把新书演示一下 大家看一看 难度比较大 这个中间一定要些窄 是这样 好的 关于这个其余字 它的这个独体写法 和其他的这种联系写法 我们暂时向大家介绍这么多 这种联系写法 是这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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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种东西 是这样的 是这样的 这种东西 是这样的 是这样的 这种东西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